上太空了 对 把这些铝马烂子都送走 真的你们黄汉上天吗 我真的被连上了 潮马老师你好 你做视频骂我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客气 一马归一马 你上来吗 是这样 你先得到骂我不太好了吗 我觉得咱们 骂我 是这样 首先我是一个黄汉 然后呢 就是 你有办法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吗 一马归一马 就是 我骂你是我的观点 那你 你上来吗 好像不太好 是 是 是这样 那个我人在国外 就是 你先得到骂我不太好了吗 我觉得咱们 骂我是好还是不好啊 这样 首先我是一个黄汉 然后呢 就是 有办法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觉得骂我是好还是不好 要是好的话呢 我给你一分钟敞开了骂 标脏字那种 别怂 要是不好的话 你给我道个歉呢 把视频删了呀 你别 你们一连麦就搞得这么怂嘛 你上来当着这么多人面 你装什么呢 你觉得骂我是好事 是一件正义的事 是一件对的事 还是不好 尤其你做的视频 就纯人格侮辱 对吧 来说 这样这样 你能够 可以可以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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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你不要装嘛 你把你下三滥的活使出来 来 我给你一分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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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道歉 可以道歉 道歉 删视频 OK OK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 做不到怎么办 可以可以 但是 但是这样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觉得您先给我道歉 我给你道什么歉呢 我都不认识你 我没有骂过你吧 因为您侮辱了整个一个群体 就是您不熟悉的群体 黄汉 我没有侮辱 相关部门已经立案了 这个你要找相关部门 或者我 我觉得 要去相关部门处理 因为去立案 你要是能回国的话 因为我是在北京 咱们去相关部门聊 相关部门针对这个事情 已经立案了 我当着这么多人公开场合 我不可能撒谎 我也不敢造相关部门的谣 要么就 这个东西 这个时间 咱们一起去相关部门 那个什么 不过我近期可能还没办法回国 你不过我道歉没关系 我要对你进行民事起诉 我会对你进行民事诉讼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都是您法律的一个权利 对 你这是属于侵犯人格权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那咱是 我侮辱黄汉 有没有 因为相关部门已经对这个事情立案了 这个我不能撒谎的 这么多人 我要撒谎 这个撒谎就随时就抓我 这个事情我在您之前视频里 看过很多遍了 就是我知道您 您搞什么立案之类的东西 这都是您的自由 OK 没问题 我就跟你说 所以你说我侮辱黄汉 这个事我不承认 我如果真侮辱了 相关部门应该针对我立案 不可能针对那个 我揭发的反华网站立案的 对吗 而且我立案 所以您还是 所以您还是觉得黄汉反华是吗 对啊 所以我就是上来 主要是为了跟您咨询问题 至于您说的 就是我骂您 您骂我 还是那个您怎么怎么立案 这个都是您的自由 但是我觉得 咱俩不用再 摆车这个事情这么久 因为我是来跟您咨询问题的 所以你不用装嘛 你上来骂我不就完了吗 你视频可不是这样 温文尔雅的呀 你视频很下散烂的呀 你们为什么这么虚伪呢 你们为什么这么虚伪 你照着你视频路子玩下散烂的嘛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咨询您的问题 您直接回答就可以 我可不可以咨询您的问题 如果说您不接受咨询和交流的话 那我就挂掉 为什么你骂我 你不敢面对你骂我这个事实呢 你们都这么虚弱嘛 就骂了就骂了呗 换了我 换了我 我骂谁 我觉得骂对 你要给我机会再骂一遍 我就再骂一遍 对吗 你肯定天心 你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事情啊 为什么不敢坚持了呢 你上来再骂一遍 方便我取证啊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 我后续会继续做骂您的视频 那个仅限于我的视频里 因为跟您交流的机会比较少 我会在我视频里后续再继续骂您 这个没有问题 不过现在咱是在交流 如果说咱们对骂的话 这就是无效的交流 那就浪费彼此的时间 对不对 我不对骂 我不对骂 我是说 所以说白了 就是我翻译一下 就是你只敢做视频骂我 让你现场面对着我的面骂 你没那胆样 还是脑子反应不过来 我是来跟你进行一个交流 对骂的话 咱们可以后续继续骂 我没有跟你讲 你不要造谣 我骂过你吗 我骂过你 您骂的是所有黄汉群体 然后现在此时此刻 我说的是事实 我说的是事实 所以包括我是一个反华分子 我在您嘴里是一个反华分子 您觉得是事实 黄汉是反华 但是我就是黄汉 那您说我是莫名其妙反华 我生在这个国家20多年 我突然在您嘴里成了反华分子 对啊 您要是黄汉的话 你要是黄汉的话 好啊 那我们确定 黄汉18条你认吗 你不会作为黄汉 不认黄汉18条吧 或者不是说 我从书中到现在 十几年的黄汉 我之间没听过黄汉18条 这个东西 好 好 不要紧 那你既然都做视频骂我了 你有看到我 揭发的大汉网的那些反华文章吧 还是你 你做视频骂我的时候 你也不看我的视频 没看到 我知道您说了大汉网这个东西 但是 对 你让我把话说完 你针对大汉网的李退山的文章说 他们认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汉 他们说他们是黄汉 黄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代表中国 你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黄汉就是他的这个定义并不是一个组织 对对 我想问 就是现在有大汉网 他们是两个网站 三个那个什么 三个那个 微信公众号 他们是一个很庞大的机构 你之前是从来不知道他们的 从来没听说过 你也没有听说过 那个黄汉十八条 对吗 从来都没有 对天发誓 撒谎死全家这种 黄汉十八条 我听过他的名字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内容 撒谎死全家 这个是OK的 但是 您说 但是对黄汉的 现在情况是对黄汉的定义 您听我讲 对黄汉的定义 您觉得黄汉反华 没关系 但您觉得 你听我讲 现在 你不是第一个来的 你这个稿不行 你没有仔细看看我的切片吗 对 你说你嘴里的黄汉是 是坚决的那个爱中国的人 我嘴里的黄汉是反华的人 我们定义不一样 但我现在告诉你 有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 包括这个黄汉十八条 这么大体 他们自称黄汉已经二十年了 在网上随处你都能搜到他们 他们说黄汉 他们是反华的 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对这一批 我们可以说 借用黄汉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对这 破坏黄汉民生的人 以李退山为首的大汉网 他们这群人 你什么观点呢 你作为一个真黄汉 如果真黄汉是真正爱国的人 你们难道不应该是 首先去打这些 破坏你们黄汉民生的人吗 为什么会来打我 揭发他们这些反华分子的人呢 这个逻辑不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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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能正面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吗 你们为什么 你做了几个视频骂我 可没有做一个视频骂那个李退山和大汉网 如果你真的是 你做了几个视频骂我 比我严重多了 毕竟他们已经枪欠20年了 证据我都列出来了 不要假装眼瞎死活 看不到 证据在我视频里面都有 现在也还在 你能正面回答 情况是这样 我可以回答 我回答您 我回答您好不好 我回答您 就是您说那个李退山他怎么样 还有说就黄汉里面 有谁在破坏黄汉民生 就如果他真的是做了一些 那个违反雷瓦乱纪的行为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是咱们国家的 这个一些治安公益部门 他们去管 这个东西 我是中国公民 这个东西跟我的关系不大 有人破坏 您别打断我的说话好吗 您听我讲完好吗 有人打着你们黄汉的民生反华 这个由执法部门管 你们黄汉不吭声 是这个意思吧 您听我讲完 您听我讲完 你们黄汉 黄汉的内部确实有很多不同路线的人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 您听我讲完好不好 您听我讲完好不好 为什么要来打我我就问 您听我讲完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现在就是要给您解答这个问题 您让我讲话好不好 你说 黄汉内部确实有不同派系的人 黄汉内部自己 我们也在相互打 有一群人觉得 就是我怎么怎么样 另一群人觉得怎么怎么样 你听我讲完 你打了谁 我从来没有打断过您 没有看到 你听我讲好吗 您说那个李推三山 怎么怎么样 那个是他的事情 你们内部 你不是也在打内部的其他黄汉吗 作品在哪啊 麻烦拿证明出来 不能拿一张破嘴乱说 作品在哪 你都做了几个视频骂我了 我才出来几天啊 我聊黄汉 前天后后 有半个月吗 不到吧 你们既然内部在打 也知道这事得二十年了 来 把你的 你听我讲完 你听我讲完 我为什么要做视频骂您 你听我讲完好不好 不不 你告诉我 你打内部黄汉的 骂另一波黄汉的视频在哪 我就信你 否则你这撒谎 没必要往下说了 对吗 我正要讲 我正要讲您跟他们的区别 不 区别是他们是真反华 而我不是 您说他们是真反华 可以 您说他们是 你们要打我 你跟我讲完 那我刚才 你说他们是真反华 你刚才撒谎了 在这我就不能让你继续下去了 你说你们内部也在打 把你打你内部黄汉的证明拿出来 没有的话 你刚才可是说的 撒谎死全家 我能发誓 我从你上班到现在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真话 撒谎死全家 你刚才不也发誓撒谎死全家了 你刚才说 你也打过内部的 来把你打 听我讲 听我讲 那您的意思 假如说我不是反华的 您也死全家是吗 我说黄汉死全家呀 我就是黄汉 那假如说我不反华 您就死全家是吗 我理解的黄汉 那您的全家 不是掌控在我的这个 个人意识上面 不不不 你听我讲完好吧 你听我讲完好吧 我就是这样 对骂的话 我后面会继续做视频 骂您 但是一马归一马 现在咱们在交流 从刚才那个点说 就是你们黄汉内部打 你打了黄汉内部哪一支 证明拿出来 好吗 证明拿出来 OK 因为用你说的 我无名化黄汉了吗 那这一会儿 以李退山为首的 我相信也不止李退山 那无名化黄汉 无名的更厉害 真黄汉是真爱的 假如说李退山 是您嘴里的一个代表 那现在情况就是 李退山 他不管做什么 他并没有直接攻击我个人 但是您的语言 直接攻击到了我个人 您在讲我反华 李退山他怎么说 是他自己的事 但是您攻击到了我 是你们的区别 所以对于你们黄汉来说 你是能带 对于你这样的黄汉来说 你看到李退山那样的人说 中国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代表中国 你觉得这句话 没有攻击到你 你觉得无所谓 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看过李退山的文章 至今为止没有看 因为我老实讲 就写各种文章 你说反动 这种文章太多了 你没有看 我视频里有做呀 我视频里有专门念这句话 所以你没有看 你是在没有看我视频里面 提出来黄汉这一堆 反华证据的前提下 就做视频骂我了 你是这个意思吧 你没有看对吗 你没有看到 我视频里没有扯任何李退山的事情 我只是针对您说黄汉反华 这一点进行一个反驳 我的重点就是在描述 以李退山为首的大汉网 是如何反华的 可是您的原话里讲 十个黄汉九个经日 黄汉全都反华 这是您的原话 对呀对呀 因为我不前 对呀那我也是黄汉 您这个东西 您到底是觉得 日外汉文化定义是黄汉 还是反贼定义为黄汉 所以你也反华 我说我觉得你也反华 我也反华是吧 我也反华 我给你理由 你敢让我说吗 您说您说您说 就是刚才你已经说了 像李退山这样的人 已经明明晃晃的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代表中国 这种对于你来说 你刚才说了 他没有骂你 所以你觉得无所谓 你也不用 这还不反华呀 正常的中国人听到 有一个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代表中国的时候 一定是脑子冲血 一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代表中国 因为这个话很严重了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个话就算是李退山讲的 那是李退山一个人讲的 他这么想 不代表我会这么想 但是您却 直接扩大到什么群体 刚好我成了李退山一样的人 你又撒谎了 不是就算 是就是 不要撒谎 不要造谣 我有证据 就是李退山说的 我有一个问题 假如李退山真的说过这种话 为什么 因为据我所知 李退山一直在国内 我看 前几天看了那个小金哥讲的 他在国内 为什么他目前还没有 收到一个什么 一般来讲 这样公开的 已经立案 您说 已经立案了 已经立案了 但您说 他20多年前 就已经写了这个东西的话 那为什么 20多年了 没有人找到过他 不是说李退山 20多年前写的东西 我说以李退山为代表的 这一件 黄汉反华 20多年了 包括您说 他的什么大汉网 就是多少多少年 然后已经被进了 既然上面都公布这些东西 为什么没有见到 这个有关部门 有啊 02年的时候 大汉网被 被封信过一次 网上能查到 啊 公安部 现在据我所知 李退山还在不停的发文章 他还在写东西 又死灰复燃了 嗯 就是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嗯 就是如果说李退山 真的像您口中 说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 他应该早就跑到国外去了 他为什么 现在还可以 安然在国内 然后 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控制 你怎么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我 奇怪的地方 我当然没有看过他的文章 但是从事上的逻辑讲 如果说您说的是真的的话 这个举报轮不到您去做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李退山在国内啊 你是怎么知道 你认识他吗 你跟他有没有 小金哥的视频里面讲到的 小金哥的视频里面讲 就是说 他念了那个声明 小金哥是可信的 小金哥说啥 他是你爹 说啥你就信他 那我要说 那我现在告诉你 李退山已经被抓了 嗯 你信不 但是如果李退山被抓的话 你能信小金哥 为什么不信我呢 因为您和小金哥 首先您可能没有触犯到法律 但是同时 如果说您说李退山 他在幕后没有出境 但是小金哥现在 他还在发视频 他是李退山的好朋友 如果说您说李退山被抓了 您这边立案了 人又抓了 这个情况 你确定是 他们是好朋友吗 你有证据 而且再有一个 你有他们 你有他们是好朋友的证据吗 提供给我 我 你私信 小金哥原话讲 李退山委托他 李退山委托他 去发视频 就这个小金哥原话讲的 我一会发个视频 特朗普委托我 特朗普委托我要把美国送给我 我一会发个视频 不不 你这个我的问题是 如果说 按您讲的 李退山发了那么多的 我要说特朗普委托我 你信吗 所以说您的意思是 之前李退山一直没有被抓 就是您发现他了 您去举报了 然后现在把他抓了 您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呀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相关部门 没准抓了八次 放了八次 这谁知道 所以说他说 所谓的中文人民中国 不能代表中国 然后他还被放了八次 没准李退山不是 对呀 因为我国不是 因言获罪的国家 这个你知道的吧 我国不是因缘 不可能说因为这么个事 抓住把你枪毙的 这个你 也就是说李退山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属于中国 这个东西都可以不算罪是吗 犯罪不至于枪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言论已经违为 咱们国家的刑法了吧 如果说真的像您说的话 我觉得我不觉得李退山出来说 我可以继续发文章啊 真的 真的你找个自 你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好不 你找个律师 所以说 所以说那个李退山被抓了八次 放了八次 然后他可以继续的发这种文章 是吗 然后现在您发现他 给公之于众 我说 我说有可能 有可能 对 都是有可能 您也是推测 我也是推测 所以这个东西 我也不认识李退山 您也不认识李退山 现在我问您的问题是 您因为李退山 您的推测 您说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框大到整个群体 说我 我自己反反华 我是知道的 做一个皇汉 我就反华 我当然要回击你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说回到 所以你 你也是挺李退山的对吗 我不认识李退山 我问的是问题 就是如果说李退山 按您讲的话是真的话 他为什么还没有被抓 您说他可能被抓了 OK那不讲 李退山不管有没有罪 我想请问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再给你说一下 那个 那个 王菊花 王菊花 抱歉 抱歉 我不是说王菊花 我只知道我是不反华的 而您的言论说我反华 真的很奇怪 多了 没被抓的多了 抱歉 抱歉 我不认识什么王菊花 对 王菊花也没被抓 你不知道的话 没关系 直播间的人知道 我不知道王菊花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您是不是 您作为一个 有一定粉丝 技术流量的人 应该对您的一些言论 负一定的责任 我一定负责呀 我违法违规了 欢迎你报警了 当然负责了 当然负责了 所以说您可以 没事 房炸不了 不要跟黄汉对等 好吧 我也喜欢汉文化呀 你们喜欢汉文化的量 一量今天穿的什么 我穿的什么 看不出来吗 我就是单纯喜欢汉文化的人 大家看明白了吧 我说他们对群体有毛病吗 来你上来来 接着来来 不会念啥吧 自己变不下去了吧 不会自己变不下去了吧 我要说呀 单纯喜欢汉文化的不是黄汉 我就是单纯喜欢汉文化的 我每天穿的都是这 露脸说呗 看看咱俩谁更喜欢 喜不喜欢汉文化 不是靠破嘴说 你这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吧 第三次了 今天又新稿吗 刚才那个货者 用了你之前的稿了 他用我直接 我跟他关系 我先说 我虽然说 我说黄汉不黄 让他散化 好吧 我他我认识 因为一年前我关注过他 他以前就开始发视频 就吹燃柄吧 好像吹了有两年 然后后面 后面他我知道 那个啥 你声音听不清 你把那个 你手指把那个 那个什么给堵住了 把麦克风堵了 你说 你说 现在好多了 我可以确定是他反华 这个路由迷失 你认识他呀 我一年前大概就把他拉黑了 我现在又看到了 我知道他是一个挺屋挺椅的 是吧 他肯定反华 你俩还是旧相识 你不也是黄汉吗 是啊 我当时他发这个 又私信他 他问他 他跟我说 管我什么事 我就没再回他 我就把他拉黑掉 那大家去看一下吧 挺屋的 那还说什么呀 屋有加乙有 如果只是挺屋 那还有说法 是吧 对 那再加个以色列的话 那就 那就是自由世界的力 那也不能 那也不能 这么那个啥吧 这么重合 行 大家也去求证一下 别到时候 明天欺骗做出来 他们又得说 你是我井的演员 咱俩都发个誓 撒谎死全家 那这个誓 我不发 但是你可以去看 来 你也是黄汉 是吧 今天来 今天啥 首先 我说 我有没有 你刚才问他的问题 我可以回答一下 第一 我已经发视频 和李退山切割了吧 那次说的 但我没有继续批李退山 因为我发这个视频 我也表态 第一 我和李退山切割 第二 我支持 我们这个尊重少数民 的传统文化 然后反正我表态了以后 没有说 在我视频底下 黄汉都支持我了 没有拿一个说 自认反贴的黄汉 来找我兑现 来兑现都是你的粉丝 嗯 好了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以前 有没有举报过 其他的黄汉组织 有 第三点就是 关于黄汉的问题 那我问你一个 我作为汉 你问 我问你一个 或者我代表 其他少数民族 其他少数民族同胞 允许我战时代表 如果我是一个满族人 告诉你 或者如果我是一个 俄罗斯族人 我告诉你 我是黄鹅 你作为黄汉怎么看 能接受吗 觉得啊 好棒啊 你跟我们黄汉一样 都是追求民族团结的人呢 黄满和黄鹅都是追求 56个民族是一家的人呢 我们有黄鹅这些词吗 黄鹅这个词 也是存在的 对吧 黄满这个词 也是存在的 对吗 嗯 你作为 那我肯定不能 当听见 有少数民族 说它是黄鹅 说它是黄满的时候 嗯 你怎么看 这不是我造的词 这两个词 大家可以 喂 能听见吗 能听见 刚卡了一下 所以你能听的 那得看到 那我得看到具体言论 如果它的言论具体中 我不能因为一个人 他给自己冠上的身份证字 这个词来给他判信 但是如果它的言论中 有涉及 要分裂的 或者是有排斥其他民族 不尊重其他民族的 封锁文化的 我会举报 但是我不会因为 它自称什么 来鄙视它 所以如果有少数民族 自称黄满或者黄鹅 当然 然后你没有发现 它有什么 什么民族分裂啊 或者什么歧视行为 你觉得对于 你们黄汉来说 是无所谓的 也是支持的 我不是 我从来没遇到过 说实话 对 因为这两个词 是明显的 也是分裂 也是分裂势力 但是 但是我说 我看到你的粉丝 在其他 就是在其他支持 地方民族主义的 一个作者那 表达支持 你知道这个事吗 那怎么是 怎么是我的粉丝呢 也有可能是我的粉丝 是这样 那 就是这个人 我跟你讲一个 他是 我的粉丝 如果是关注我的 就叫我的粉丝 这样吧 我不知道他有意的和不意 我在直播间讲一讲 如果你有留言 你就去删除 我表个态 我的粉丝 谁支持地方民族主义 不是说 你错了 不是说支持地方民族主义 我是说 有一个地方民族主义的作者 他做了一个反对黄汉的视频 他这个视频里面没有提到 但他以前的视频里面 有宣传这个 你的粉丝 他没看他以前的内容 我还是那句话 就忙不到他的视频底下去支持了 明白了吗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粉丝 谁支持地方民族主义 这也是违宪的 那我希望支持这些地方民族主义的 我的粉丝 全家不得好死 如果 我不是说他支持地方民族主义 我的粉丝 此时此刻赶上麦来 你看我骂不死你 我这样说 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的离称叫阴的哭泣 他大概30号的时候 他发了个视频 说他做民俗文化 他遇到最大困扰 是受到黄汉群体的骚扰 然后呢 然后他来评论区就有很多支持他 点开全都是关注了潮妈的 我知道 少数民族独立 是吧 他不是 他去年被我举报封过一次 他宣传什么 首先他是有明显的仇视汉族人的言论 我知道 这个人是我粉丝是吗 他不是你的粉丝 他是发了这个视频以后 你的粉丝全都支持他的言论 在你的他的评论区里 全都是关注了你的 而且很多孩子才对过线的 那就是等于说 有一部分我的粉丝现在开始支持 不是说他支持他的十人不明 有一部分我的粉丝支持地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 那这些粉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以前他宣传过 他是宣传这个的 但他在这个视频里没有提到地方民族主义 他只反黄汉 那我也反黄汉 粉丝连他对方是个什么人都不知道 你又去支持他了 所以你觉得我的粉丝是支持他人 还是支持他的那个观点 我如果支持他这个人 但是他是识人不亲 就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支持地方 我是说你有些粉丝不老 首先我要跟你说 我的粉丝我管不着 但是我如果发现这种情况 我的态度很明确 任何支持地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 我祝他们全家不得好死 包括如果你说的 刚才那个博主 他是搞地方读的 那我祝他全家不得好死 我回头研究一下 那我把他能说一下他吗 这个人 好 这个他是 我是去年举报封过他一次 他叫天涯明月伞 他去年叫天涯明月伞 因为他封过一次 他一年就改了几十名 现在他叫阴得哭泣 你天涯明月伞 你在B站收回到他以前的言论 他包括污蔑我国的扶行事业 他要是搞这个 因为我是汉族啊 我肯定要那个什么 首先他污蔑我国民族事业 第二造谣 说我国对 满一我前两天打的冲我那个什么 有个叫满洲红英的满一 有评论区问我报警没有 我说我举报了 去年我举报过一次 冲了他号 我现在又在网西班又举报了一次 明白了吗 太棒了 好了 回答清楚没有 这个评论区说报警没有 你要跟评论区聊的话 你就 不好意思 因为他一直在说 你要玩不起的话 要跟评论区吵架的话 你就去评论区跟他们干去 你现在不是在跟我连线吗 那你说 不好意思 有个基本的心理素质 也对我有一个稍微基本的尊重 所以回到这个词 所以你觉得 刚才又扯出 所以你觉得如果有人自称黄俄 有人自称是黄俄 你觉得是无所谓的 我不是说无所谓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因为他这个 我要看成具体观点 我明白 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他是黄俄 你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 其他什么行为 他起个名字 黄俄 或者我是黄俄 我骄傲 你对他是没有任何那个什么的 他没有什么行为 没有其他原论 他就是我是黄俄 我骄傲 对你们黄汉群体来说 看到有人说 我是黄俄 我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骄傲 你们是没有那个什么 无动于衷的什么 首先我得说明 黄汉 他不是一个分裂势力 但如果他黄俄 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明确有分裂势力 那就应该举报 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们也没有任何分裂的行为 人家就说 我是黄俄 我骄傲 也不行 我是黄俄 我骄傲 所以你觉得是有问题的是吧 还是没问题 他没有什么其他行为 其他都没有 就是这一句话 是没有问题的吗 还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看到有人 号称他是黄俄 并且他以这个身份骄傲 你觉得没有问题 那你还是反华呀 那你还是反华呀 那还是反华呀 他如果没有其他的行为 为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他也是爱中国 爱中华民族 他只是支撑黄俄 就比如说 我说我是汉奸 其实我也支撑过 比如说 我现在说 我是个汉奸 但我没有任何行为 我没有汉奸行为 但我就说我是汉奸 然后你觉得无所谓是吗 首先黄汉和黄汉和黄 我们黄汉 这个黄不是使汉族成为皇帝那种地位的意思 黄俄也不是中国俄罗斯族成为皇帝的地位的意思 黄俄在黄俄在那个沙黄俄国 那绝对不是指的是中国俄罗斯族 今天俄罗斯比赦就是黄俄呀 我是说的中国的俄罗斯族中国人 那我肯定反对 所以啊 所以话不说回来了吗 一家少数民族前面加个黄 你就反对 然后你们黄汉你就觉得应该 这不双标法 是啊 那我说过我是汉民族主义者 大汉民族主义者吗 不是 不是大汉民族主义者 我 所以说 所以说就很双标吗 好好的汉族人为什么要变成黄汉呢 我请问 就汉族让你们为耻 你们是不是以汉族为耻 必须加个黄才行 你们就觉得我们身份证上写的汉族那俩字 你们觉得是个特别丢人的事吗 其实 你们觉得我们汉族 我们普通汉族人丢人吗 说白了 你们想到我们去等吗 你们这一群人想到 他所有56个名字去等的吗 所以你们要加黄字吗 你觉得汉族那两个字丢人吗 配不上你们了 问题不在这 问题不还在这吗 这不就是一种种族主义吗 是不是汉族丢人呢 为什么不能用汉族 汉族不丢人 我在你在说黄汉返华之前 我很久没制成黄汉了 因为他这个词 他虽然不管怎么说 容易让人误解 我喜欢制成汉民族主义者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说黄汉反华 目前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 你刚才也说了 你作为黄汉 你听到有中国人自称黄俄黄满 你觉得无所谓 这本身这不够反华的了吗 你在中国的图上 听到有人自称黄满黄俄 你无动于衷 这还不反华 但是黄满干了什么呀 我们辛亥革命是黄满发动的吗 不是呀 是黄汉发动的呀 我们整个中国近代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不是黄汉发动的 我们辛亥革命推翻的就是黄满 辛亥革命不是黄汉发动的 谢谢 不是 那意思是说那是什么发动的 是中国人发动的 里面有各族中国人 你别告诉我一场辛亥革命 里面没有一个少数民族 打死我都不信 那么声势浩大的一场革命 没有一个少数民族 你不包括 你别说孙中山哪怕是朱元璋 他发动北伐 他的队伍里也有少数民族 一个辛亥革命里面就没有普通汉族 没有一个不愿意做黄汉呢 说我是汉族人呢 没有另外其他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 我不信 如此声势浩大的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场革命 你这编造什么呢 我不信 我说是谁发动的 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者里面 是不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都没有 或者没有一个堂堂正正的汉族人 所有参加辛亥革命的人都觉得自己是黄汉 我不信 他的发动的渠道 实际上是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 对啊 没错啊 这达鲁指代是什么 是阶级的人吗 达鲁的意思 对啊 达鲁的意思是阶级的人 对啊 是啊 对啊 好了 那没啥说的 那达鲁都可以是阶级的人了 是啊 那从不 满清覆灭是阶级矛盾的 难道你们又要老搞了 有人上来说满清覆灭是民族矛盾 老搞了 你但凡知道李鸿章呢 你别人不知道 你但凡知道个李莲英呢 你但凡知道个和珅呢 和珅不是那个什么 说白了是满族的贵族阶级 联合汉族以及蒙族的贵族阶级去压迫 其他中下等的那个什么 劳动人民 阶级矛盾 高中历史课本上有些 达鲁指的就是这些 以满清政府为代表 我跟你说 去祝达鲁是本什么 村中山原话怎么说的 金子满洲 本塞外东湖 西战明朝 与为边幻 后承中国多士 长驱住官 灭我中国 据我政府 后我汉人为其奴隶 有不从者 杀戮意外 这个这个这个是原稿吧 这个孙中山的这个 孙中山还有一句原话 新汉结束以后 开始了 新中国人民 人民在一起 就不太适合用黄汉这个词了 这个我也认可呀 这是矛盾 教员他老人家 五三年写过那一篇文章 反对大汉族主义 主要就是针对这个 你去读一下 这个两个都不矛盾 发动革命的时候 是打着汉民族主义的去发动的 但是统一了国家以后 又反对大汉民族主义 这两个不矛盾啊 但是你不然到现在说 他是反华的 那就不对了呀 你别读稿 当时提出来这个口号 是为了 我没读稿 为了那个什么驱逐满洲政权 然后委满政府被推翻了以后 已经说了这个口号不适合再用了 因为不利于团结 五三年的时候 教员他老人家 专门有一篇文章 在提这个事情 叫做反对大汉族主义 说的非常清楚 大汉族主义确实要反对 这没错 不只是五三年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教员他老人家就提出来了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所以 你说的没有错 推翻满清政府的时候 就提出过这个口号 那个孙中山自己也说了 再往后发展革命的形势 如火如荼 再往后发展 这个口号是不能再提的 说白了 就是你们还要把那个清朝手骨 等一下 那个草麻 就是新汉灿烂 这个人又又闹了 就是我之前跟他有那个啥 因为我发视频和那个 李退山切割的时候 我当时给他私信 我说因为我要切割 我这个稿子要是能发出来 我就发给你一份 你也切割 然后他把我拉黑了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立场 但是我觉得他不配 在这个地方跟我评论我的话 好不好 能闭嘴吗 心汉灿烂 我从来 你看 我跟有些玩不起的直播间不一样 我直播间从来不拉黑人 还是教员他老人家那句话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我相信李越变越明 动动拉黑人的 都是下三万小人畜生 对吧 我具体的话题说 我建国的 就是当时孙中山发动革命的时候 他举那个大汉民族主义 举汉民族主义 和成功以后搞五族共和民族团结不矛盾 但是不能到我们现在搞民族团结以后 你就得定义黄汉是反华的了 问题是 满族人能不能说自己是黄吗 不能 俄罗斯族人 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能不能提自己是黄俄 不能 藏族人能提自己是黄藏吗 不能 就只能汉族人提示黄汉 因为我们不是要搞分裂 如果我们提这个词的时候 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分裂 所以其他少数民族提 他们就是为了 为了那个 为了那个搞分裂 汉族人提就不是 你这不还是歧视其他少数民族吗 就人家在 对 你汉族能在前面加个黄字 那其他少数民族为什么不能呢 你这不还是歧视吗 说来说去 一歧视 这不又大汉 你看这个黄 黄我知道 你们说是什么 辛汉灿烂辉煌的意思 那人家其他少数民族不能辉煌 藏族人不配辉煌 苗族人不配辉煌 壮族人不配辉煌 因为我们中国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 对啊 我们不是 我们过去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 不是以喇嘛教 不是以那个某 那个另外一个某教 这个哎 也不是以奴隶制 哎哎哎哎 你说 你说 你包吵 这跟教有什么关系 我国的民族政策 一直都是 记住了 我给你普普法 民族和教分离啊 你扯教干嘛呀 这跟教有什么关系 哪个民族人都有信教和不信教的 我们主体民族会 如果提黄这个字 它是什么分裂呢 但是如果 哎哎 你听我说一下啊 你说 现在网上有人造谣我 说我不承认汉族是主体民族 这纯造谣 你个粉丝有这样说 但是我看你有粉丝这样说 你这样没说我肯治 我要重申一遍 我们宪法里面写的很清楚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 这里的主体民族指的是 人口占绝大多数 叫主体民族 这个主体不是说我们是文化主体 政治主体 或者意识形态主体 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大 所以是人口构成方面 这是一个这个主体 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数量的一个概念 你的意思是意识形态不是主体 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 跟民族没关系 这个我的观点不一样 我认为我们 这个跟民族没关系 汉人所建立的国家 其他少数民族没有参与建立新中国 不 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中国 不是指新中国 那又要提那个崖山之后 跟那个跟崖山也没关系 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 你指的是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吧 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 我们那个上面 我们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还写的那个民族大团结呢 还没摘了吧 是世界人民大团结 世界人民大团结 各族人民大团结 包括我们第一版的那个钞票上 都有各族人民的那个叫大团结 对吧 100块钱为什么叫大团结 因为56个民族大团结 对吧 所以说大的人都知道 以前的那个旧钞 100块钱叫大团结 因为上面是56个那个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56个民族共同提造的 缺一不可 没问题啊 嗯 怎么了 啊 所以啊 怎么到你嘴里变成了汉族人建立的 建立的中国 我不是说现当下的政权 我是说过往 过往有吐蕃 有不绝 所以我说的 我说黄汉反华 我也没说反的过往 我说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我们坚信是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 缺一不可 缺了谁都不行 不是说 可没有说就是汉族那个啥 跟其他55个没关系 我们宪法里不是这么写的 我们宪法里面写的是缺一不可 不承认的话 这不就是反吗 这当然承认啊 那承认不就完了吗 承认干嘛要在自己名字前面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黄汉为什么觉得汉族两个字丢人呢 不是说汉族两个字丢人 汉族两个字如果不丢人的话 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汉族呢 其实经常说也说汉族 或者汉民族主义者 汉人都可以说呀 对啊 没有说 我们身份证上写的是汉族 不是黄汉吧 黄汉在某个时期也可以指的汉族 我再问你一下 黄汉和我们普通汉族人的区别是什么 我问一下 黄汉不是一个种族 就是我这种啊 就我死不承认自己是黄汉的汉族人 没有区别 黄汉和汉族人和我们普通汉族人的区别是什么 没有区别 那为什么不 我们辛亥时的这个衣食住行怎么体现 对不对 我这个 我这个那个扣子都是汉白玉的 我们有些 我们汉族有些人用黄汉来自称 汉民族主义者 所以黄汉和汉族普通汉族的区别是什么吗 我还是没有 黄汉不存在嘛 对吧 那我要硬说的话 那就是黄汉是有汉民族主义者的汉族 我也是汉民族主义者 那你就是黄汉啊 我不是黄汉 黄字很下作 加到我的民族上面 我觉得有点要做黄帝的意思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 名头上加个黄字 跟我们这个意识形态都不符合 行吧 那我下次再聊 我确实找不到火了 然后你再 你再说一下 刚才那个路由 那个怎么回事 以免后面来的人没听 是吧 投一个那个啥的 我说了 他就是一个挺无挺义嘛 你知道他现在他的视频里 有他那个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国歌 然后我私信问了一下他 他就是挺无挺义的嘛 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 就这样 你去收就是 还是还挺义 行 谢谢 下次你再准备个稿 变得够清楚的了吧 变得够清楚的了吧 这个不能说是我请的托吧 你看他们黄汉自己内部 刚才那个路由 有没有在听啊 还有没有别的号 趴到我这 原来是个乌粉啊 那你骂我就对了 一个路由原来是个乌粉 还是个乙粉 那你骂我就对了 我反尤 确切的说 我不是反尤太族 但我反以色列这个国家 等我回 等我回那个 意大利以后 我打算把我反以色列的言论 在油管发一发 我看他们抓不抓 在意大利已经有老师 高中老师被抓了 我想试一试 我不反犹太民族 我反 我现在是反以色列这个国家 因为他对 加沙的侵略太厉害了 我永远都被抓了 就要保证了